hello大家好 本期视频是野蛮游化系统文石企业版的第四个视频 之前测了大概20几款游戏 这个系统是能大幅优化电脑的帧数稳定性和续航 有些是想能增加增速和减少闪退 比如说这个大表哥 我这边有一个自动清理类似的程序 默认设置的应该是75号星 看一看默认设置是70 过了70它就会自动清理内存了 大表哥因为它会爆内存了 它就清理之后就会降低一个爆内存的几率 然后说下这个大表哥表现 这个106就要配合这个系统 大表哥是没什么大变化 没什么大变化 和之前差不多 因为这个上次测的话 文石一它这个电池 已经对大表哥的调度 有的很强的增幅了 感觉再增加也不太可能了 现在的话是极致性能档 这边看来是极致性能档 没有什么特别大变化 这边是XGP的免费游戏 电血复兽 106就玩这个感觉 可能比之前稍微卡顿一点 特别是试管好像有点吊针 你们有其他游戏可以告诉我 我边测试一下 只要有点热度我就会测一下 这个游戏是暗黑2R 同时版的这个表现 这个游戏是完全可以测试的 就低化枝的话 如果是低化枝的话 可能有人会掉针 然后整体企业区并没有这个锁40模式 因为这个是好问题 锁40的话这个 才十几瓦左右 还是很棒的啊 看来是最低 最低性的档 比起来0.8G 完全不卡 因为这个 那这个 这么说呢 针续机啊 对主篇要力就很痛 是神用化啊 这个玩暗黑2R还是很棒的 特别是这个用工具箱版的 这个暗黑2R 看来这个 傭兵加强之后好强啊 我是不是调低一点的 傭兵妈比我都厉害 一键一个小朋友 我脖子也是两键一个 太屌了 不用我出手了 不用我出手了 我感觉我才差了护位啊 我是刚才来练急的 体验还是很棒的 没什么问题 真的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就是这个 色快的时候回来会有 那你基本上 切一下键盘鼠标 就好了 确实会卡住一下啊 好了 还是有一点点 翻车了 那基本上位置不大啊 可以玩的 然后是个摸鱼的这个 倒这只海 我不知道怎么玩啊 我就去看一看啊 我上了船去看一看 看一看 看一看 有了他想干嘛 不过就不会玩 这个老外也不知道他在 看一看 然后还有这个很奇怪的回声啊 游戏吧 那是能玩 震速也不是特别稳定啊 这个麦克风受不了 就是大概有点波动 是不是主频调低了 看一下 这个网友可能要调高一点 先几句吧 先不可能这个 这回家就上来了 前面是 可能是个调低了 我就演示一下 不影响他们继续航海了 我还肯定是能玩的 因为是完全支持这个手柄模式的啊 网络也还可以 也是这个XGP的免费游戏啊 还是比较棒的 XGP是真的香 然后就是这个人王啊 开了80%的渲染 然后低画质啊 感觉这个比之前好很多 因为之前也觉得说闪退什么的 我现在玩下来是没有遇到任何闪退啊 真是比较稳定 开了MD锐化之后 这个表现还是不错的 这游戏比黑黑 感觉比智狼好玩多了啊 因为这个可以等级碾牙叶菜 靠等级就可以碾牙对手了 蛮好玩的 刀还没拿到远车武器 这个朋友打不到 不管啊 反正整体来说 我觉得还是强烈推荐这款游戏的 这个开外挂 调价等级相当好玩 然后是这个感觉很难的游戏 机梅漆客X77免费的 好像是2020年的游戏 然后现在免费 整体来说这个游戏难度还是很大的 30帧勉强可玩 因为它不会掉针了 也不卡 所以说问题不大 但是你很难达到60帧 所以说我锁30帧 然后一个低瓦数游戏 还是比较可以的 10到15瓦 大概可以玩个2到30小时左右 没有 这个就像我说的 我还是比较喜欢可以稍微看点外挂 约一件菜 这可是太难了 我这个游戏感觉 我玩这个还不会玩智王 智王 智王感觉还是比较喜欢异性风格 这个鞋子就是几乎是纯黑魂的那种风格 而且黑魂有很多道具可以用 都没什么道具在一样的 这个就是靠肉身上去硬钢 整体相当考验这个技术操作 但还有这个瓦数比较低 10到10目瓦子基本上就可以玩了 我这边看监控好像 现在后面玩 基本上都是10瓦状态 其实还是不错的 大家有什么想玩游戏 还可以发网 然后可以测一测 有些游戏会翻车的话 也会在评论里说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本期视频是这个野蛮优化系统企业版文石的第三个视频 测了二十几个游戏 先说下这个结论 结论就是 如果你没有更新这个1069的系统 你可以先尝试更新1069的系统 看一下你的游戏会不会有改善了 然后你觉得如果还是掉针的话 可以再尝试这个野蛮优化系统 视频里测的游戏都不会闪退的 其实都可以达到我视频做的这些帧数的 其实这个优化来说 1069的驱动是改这个GQ调度逻辑 其实有之前这段的区别 之前是GQ猛充了 什么是GQ猛将 也会导致问题 但优化视频还是有这个制定锁平档位 它可以像我这样锁住这个GQ 我可以自己改这个调度 然后像上古这档游戏就可以直接玩了 之前是上古档工的都很小 我这个最新版的上古 有这个万象 万象移动 像黑黑一样这种 抹杀是不错的 然后画质也有优化 识取什么的都都可以全手柄来 手柄来操作了 比这些好很多 然后就看一下其他游戏的表现 你们这边有其他游戏想要我测的话 也可以让我测一测 因为我这边游戏基本都测完了 我要死了 然后是个地平线 地平线其实没什么特别的可以讲 因为刷了1069之后 不去不闪退了 就完全可以玩那个状态 虽然我没测多久 但是很多人测了很久 不想退 这个瓦数也是比较变态 我现在 开了地的 基地 然后开了个阴影 我觉得这个 这个瓦数才12瓦 稍微夸张了点 12瓦的这个瓦数 也是这个能耗比强到没朋友 这个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续航可以这么强 为什么这个版本就是这么强 然后看一下这个跑分 这边是中高性能档 测试这个地平线 这是结果 然后这边再测一下 前面是拿电池测的 再测一下 感觉这个地平线5的话 之前测试65帧最大 现在涨了4帧 驱动感觉就有点夸张 平均可以到69帧 那是之前从没跑到过的一个高阵数 看起来还是一样的结果 就是这个结果 69帧 相当的恐怖 这个系统 然后这边是原神720P中画子 就随便测一测 玩下来的话 它这个还是蛮这个CPU主频的 以前大概感觉10瓦 那么后来发现好像并不行了 如果有特效的话 还是要比较高对高瓦数 要将近20瓦才能在中特效下玩 不然这个帧数不能保持基本60 就掉下来 测试这个人形还要测试4帧 不然有人说偏袒国产游戏 这就是原神这个也是能玩的 就是这个原神 啊 测试也是能玩的 就是这个 日版的这个原神啊 它这个 不需要加载啊 还是比较麻烦的 它完全其实是很流畅的 网数也很低 嗯 是吧 只要你玩的时间够长啊 你就不会卡 就这个道理啊 刚开始进去肯定很卡的 因为它 加载各种各样的东西啊 加载完变之后就不卡了 我原本是稍微加载了一下 只要不出新场景就不 啊 就卡着吧 新场景它就会读东西了 被我之后监控挡住 它就会卡 卡一下 但越玩越流畅的啊 这个东西是 这下是个西剑锤 多人组的幸福生活 这个游戏感觉和之前没有什么太大差距啊 之前测下来 好像也是这个表现 来挖 瓦数还是低的 我之前测的话 瓦数还是有所降低的 嗯 是低画质啊 然后是720P 锁的30啊 看了这个AMD锁画 整天说没有什么太大变化 然后 如果你想玩的话 可以看看我之前的视频这个链接 有这个下载链接 嗯 最新版本的学习 并不好 要下那个旧版本的学习 它再不会这个赞助卡顿 有些说卡顿是游戏造成的 所以说也 不像老师说什么油画 这个这个没什么变化 这个卡啊 还是 要看游戏具体而定的啊 做下来还行啊 反正玩是能玩了 这个游戏真的是 不咋地好玩了啊 我说不太喜欢这个西剑锤 所以连女主都没有的西剑锤游戏 我跳不过去了 我要上车 我还没上车呢 好 跳不过去了 嗯 就这样吧 像我一常玩这种小游戏 就很可靠啊 相当是好 其实我觉得这个比那个很多 这个平衡的其他游戏都好玩 虽然玩的也不是很多 这是蛮有劲的那种 现在这个 MDS还没上游戏 好玩 很喜欢这种搞笑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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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摸不到头脑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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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生化3啊 嗯 一般渲染 别的都低了 没有开这个反掉错啊 然后总体感觉和生化2一样啊 吊震也有一点感受 但有些地方还是会吊震嘛 只是有些 希望它不会再吊震那么厉害啊 不要过来 你不要过来啊 吊震 震起来说应该是没有吊 没什么吊震的 打恐怖的笑时候 画的都不理所了 全身心投入这边 玩起来可紧张了 这边就基本上跳过了 瓦数开的也不是很高 反正12瓦左右就可以玩了 之前这个怎么怎么着也得15178瓦吧 对吧 还是有优化的 然后是这个看起来人畜 其实对CPU就很高的游戏啊 之前是测过这个游戏 当初测温3这个性能上限啊 可以跑到50瓦这个游戏 哈哈哈 后来这次更新之后 他居然可以开这个DX12了 之前DX12根本开不出来 也不知道是游戏更新呢 显卡更新呢 还是这个系统原因啊 反正现在能看这个DX12 估计是这个核显驱动的原因 现在好像呢 镜图还是会卡 但是基本上 在十几瓦就可以玩了 不像以前要跑到大概 二三十瓦开多天了 不开 好 这是读取进来了啊 我的方式有人说我作弊 我这边是读取进来的 看看我的设计 是 中画质啊 然后调这个窗口无边 无边窗口模式的 然后电池档位是这个 6块系统的核显形档啊 这个 二次图图会明显的加快啊 这边就测一下这个组成啊 不跑啊 会有点掉针 但是整体来说呢 如果你不跑的话 完全 还是完全可以扛得住的啊 这个 企业版的这个 系统配上这个 106这个驱动 对很多游戏的吊针是有帮助的啊 特别是在配合这种 自定锁门电池的情况下 它的 CPU主动会大幅的波动啊 也会增强的这个整体这个稳定性了 看在城里 返回的路上 它是途过之后就很稳定了啊 又是不动的 到新地方如果骑得快可能会有掉针 没去过的地方啊 但去过的地方在旁边应该是不会掉针的 我从这边走走看一看吧 1953以前在城里是很卡的啊 很多人这个低画质都卡掉 你看现在这个 中画质啊 而且是 开了川普画的 没有开那个全屏啊 也不存在这个 进不进用全屏运化这个问题啊 是完全不卡的啊 所以我说这个版本 鞋优化系统这个版本是真的很强啊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版本就是很强 以前的这些掉针问题 荡然无存啊 真的太太压神奇了 特别昨天测那个生化危机2啊 以前下楼梯会掉十几针 这个完全不掉针啊 这个 真的是 不知道说什么好 英特尔良心发泄也比较微软 是真的对系统做的优化 可能这样两个配合起来 太长了 我不看下可能 这个是直接浪为太长了 然后是旁边空线啊 总是感觉完下来 这个瓦数还可以啊 我现在看的是极致性能 要挑第一小戏 没必要这么靠啊 看到这个 重点性能应该就够了 一下子瓦数降了一半了 我们这个 优化系统 说的说 这个企业版对这个 防卫空载优化的并不好啊 你要手动调下这个电池 刚才瓦数差一倍了 还可以啊 还是蛮流畅的 没什么问题啊 即使是10瓦左右这个状态啊 低于10瓦左右 它有时候会上去啊 因为不能一直11瓦这个状态啊 读取一些东西都会有点变化的 然后这个 2021这个足球啊 实况足球2021 它是无需应版本的 这个版本 看下来这个 我的这个电池 设计是中高性能了 然后它这个瓦数还是空的蛮好的 因为它有打磨的 它这个耗电还是比较厉害的 但是即使这样 它还是做到一个很棒的一个耗电啊 所以这个 它这个企业优化 连这个老游戏 它都会优化到啊 太神奇了 这个 一个毫无相关的老游戏 它既然能这样 它说明这个底层调度是有改动的 肯定不会为了一个 单独的游戏 甚至是打了MOD的游戏去优化 然后是个 企业版的测试 这个合金装备5 这个游戏 文医11 是玩不了这个学习版的 然后这个游戏 企业版测试下来 这个主屏还是比较好的 你看这个 它准备会上去 但其实瓦数不会上去很多 而且它之后就会下来 说明它调度还是很好的 有需要它会上去 有没有需要它会下来 但有时候会蹭得很高 一下子就下来 整体来说还是很棒的一个 控制 因为合金骨的话 它有时候还是需要这个主屏来顶的 它这个渲染很大 大部分其实用的这个CPU 你看这个核显才用的2瓦 这个很低的占用 主要是看这个CPU的 那CPU如果有时候过低的话 它会也会造成个卡洞 所以说还是需要一个很大幅度的 这个系统自动的 减低这个主屏 不然这个 过高了 飞电 过低了卡洞 它这个瓦数就很流畅了 OK 很好 现在12瓦左右 是很棒的用法 然后是这个模拟器测试 先测一下PS2 这个PS2 这个PS2的话 感觉比这个PSP稍微功耗稍微高点 PSP昨天测试4.7 这个是6.7 是开了两倍全然的 整体来说还是不错的 可以接受 测试到游戏是完全不吊针的 没什么问题 就跟下一个游戏 然后这个是PS2模拟器测试 感觉还是很多档位 就是这个自定手频道 PS3模拟器测试的话 是20G瓦 感觉整体来说 比以前是 30G瓦这个运行好很多 你看我这个就25瓦 是基本上能到60的 嗯 搞定了啊 测试基本上就到这里啊 我觉得我应该还会再做一次 因为还有上古卷轴没测 这个上古卷轴测 测下来 现在表现也相当惊艳啊 大家可以期待下次视频 一个系统做三次视频也是蛮厉害的 谢谢大家啊 哈喽大家好 本期视频是野蛮优化系统 文石企业版的这个优化测试和教学啊 先说到这个结论啊 这个结论就是这个系统版本超强 不管是续黄和游戏帧数 都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啊 比如这个智狼 之前是比较卡顿的啊 很明显的调增 现在开启这个锁平电池 也就是把电池锁到这个3300左右 然后再配合这个1069驱动啊 是不闪退 而且稳定的一个 帧数状态啊 基本上不会掉到四几帧的情况 平时这里都已经开吊针了 这边生化二优化幅度 一度以为我是搞错了啊 这个没搞错 设置和以前一模一样 可能是1069可能是这个系统啊 导致这个要生化二伸素一点也不掉了 看到没有下道具 就掉了两三伸 而且我这个是极致性能啊 也就是平坑档 等于是系统或者这个驱动 大幅的增加这个生化二的这个表现了 现在这个优化是真牛逼我靠 不掉针啊 牛逼啊 然后是这个火影啊 因为5瓦其实就能30帧了 还是蛮流畅的 反而是60帧有时候会掉针 感觉还是30帧比较流畅一点 这个策略可以有两种啊 开这个中高性能 把这块卡拉到最右边 能尽量跑高属屏 还有能力是更高这个自定锁屏 自定锁屏的话 基本上不会掉针 可以稳定卡的这个30帧左右 但如果开那个中高性能的话 瓦数会相对低一点 但是就说可能不完 现在看是23瓦左右 我们看一下这个 中高性能 它静态的话是可以到17瓦 就基本上是蛮稳的 但是如果你动态动起来 它可能就会掉针 轻微掉针了 所以说看个人喜好 现在怪物六眼测试 吃了零皮高画质 又是真模式 就是第一个开口 其他都低了 没关系 然后如你们所言 走到这个丛林中间 中间 中间 上次测在门口测不准 走中间 Boss也在 基本上是一个23瓦左右的一种 然后我们调下这个 调成30瓦 我变卡了 这不是12瓦 12-13瓦的状态 嗯 变降了 12-13 能到11 其实还可以再降 把这个画质抄成低 马赛克画质 低的话就是9瓦左右 就是各档位的怪物猎人 新系统它的表现了 这是金属测试 和之前的话感觉瓦数是低了点 之前很难到这个17瓦则 现在最低可以到17.5瓦 幀数的话差不多 换的驱动感觉也差不太多 现在是10 1019的一个驱动 玩这个应该是不跳出的 然后各方面也都还好 然后系统的话整体可能 比之前低个半瓦到一瓦左右 大家续航玩这种2D小游戏 应该是在2-3瓦左右 这边是PSC模拟器 这边是默认电器 然后就不想怎么这么高 那么7000多 开玩笑去 然后切成这个 最大机能的 从7瓦变成5瓦 4.9瓦 好像这个 那比之前这个Win10系统更节能 这个大企业吧 之前测的话 是5瓦左右 有可能我关闭了这个WiFi 但总体来说 会比这个更节能一点 之前怎么测都是5瓦 是断不了4瓦左右 所以我们在一边 这边就篮了 到3个小游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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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